人生万变,起跌无常,风雨同路,与你同合 移民的路一点都不容易 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 需要重新适应 我们刚来的时候英文也不好 真是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 是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 这种等待的过程是非常难熬 焦虑的是他没有消息 那时候就是很焦躁,很无奈 幸好,沿途有你 我非常感谢能够一直陪伴我们 位于加拿大卑斯省温哥华岛的 坎伯南,Cumberland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这里西面的唐人街 在1895年至1924年期间 大约有2000人在这里居住 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欧洲的煤矿工人 后来因为经济衰退 很多人都移居到其他城市 甚至是回到中国 旁人街也开始萧条 到了1935年 因为一场大火 摧毁大部分的建筑物 从此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恢复昔日的范围 但是到了2013年 坎伯南和邻近城市 科莫克斯、Komox和考特尼、Kotny的华人 人口开始增加 原因是加拿大联邦政府 授权BC省推出企业家移民提名计划BCPNP 出生于天俊 受过正统中医训练的王强伦 又申请了这个计划 BC省的项目 它稍微复杂一点 它需要你在这边买一个生意 然后先面试你合格 然后发给你工作签证 然后你来经营 但是你的学习的背景 工作的背景 和这个生意要有一些相关性 你能够亲自来经营这个生意 然后你对于这个生意 你要有再投资 然后要增加雇员 并且保持雇员的人数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只能够把这个生意坚持下去 经营一段时间以后 它要验收 验收是否你按照协议 这样履行了你的承诺 然后它如果验收合格了 再发给你省提名 你再去把这些资料包给联邦 如果它批付没有问题 我们就拿到分野卡 这帮一起聚会的中国人 都是企业家移民提名计划的申请者 他们当初来到卑斯省的时候 都同样面对各种压力 作为我家庭的一家之主 我一直背负着非常大的压力 应该是这样 因为到加拿大之后 主要的事情都是靠我 外面所有的事情都是靠我 包括是在生意上的事情 在移民上的事情 处理其他方面的 我太太是负责家里的事情 做这种经营者的话 很多事情都是要你自己 亲力亲为 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你自己 人家在你这打工的人 做完他就可以走了 后续的这些事情 都是你要做 包括后来有的时候 忙完了以后 没有人洗盘子 这块我们都要自己弄 有的服务员 比如说这边刚今天上班 明天他说他不舒服不来了 前面没有人了 你就在前面端盘子 还要做管理 还要这块报税方方面面的事情 都压在你一个身上 我们刚来的时候 英文也不好 但是这边的客人很有三 他会主动教你 还好我们订餐的都是中国人 但是他订餐的中国人的话 你的进货的单子上面 它都是英文 你看不懂 学这些东西都不像年轻人 不像小孩 学得很快 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处 当时是找生意很困难 因为投资移民 很多人涌进来以后 疯狂地抢生意 后来我们觉得 这个岛上的生活可能也挺好 包括我们看这边的气温 温度和温化也类似 所以我们就觉得 让中介帮我们在这边找一找 后来就挺偶然的 他们就找到这边了 这个城市 然后这个宠物的生意 以前我们因为学医 就觉得好像我们也有很大的爱心 能够和这些动物来工作 我们学医学的呢 对于这个受益 都有一种相关性 为了这个项目呢 我自己也学了这个宠物提救的证书 申请移民的初期 黄长伦在中国和加拿大两地之间分波 而太太杨澜和三个小朋友 就留在加拿大生活 当时杨澜要独自照顾三个小朋友 压力很大 后来房东带杨澜去教会 认识了很多有相同背景的朋友 比她有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房主呢 她是基督徒 她说杨澜走吧 跟我去教会吧 那个听听唱歌去 听听唱圣经去 她说都是中国人 聊聊天也好 被她那个 那时候是声拉硬拽的 然后去了教会 去了一次 第一开始没有什么感觉 第二次去说 觉得就是在听那个 就是诗歌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 尤其听他们唱 就是有人在为你祷告的时候 那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我眼泪哗哗哗的 控制不住 感觉就是有人在为我祷告 然后那时候我刚去第一次 第二次的时候 蓝牧师跟蓝师母跟我说 我们天天在给你祷告 你练车也好 还有你的孩子也好 还有你的这些安家也好 都给你祷告了 让你能够更顺利 我当时心里是特别温暖的 我就觉得 还有人能替我想象这些 虽然说他可能实际上帮不了我什么 但是从心里上来说让我可能就是 我有一个担子能有放下 就是能有人替我分担一些了 之后黄长伦听从中介公司的建议 长期留在加拿大等待面试 期间他也和太太去教会参加聚会 奶奶我教会的很多兄弟姐妹 还有牧师师母对于我们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来这里要找房子 要买房子 语言不好 又得他们帮我们翻译 帮我们找 帮我们提供很多的他们的经验 你要选什么样的房子 刚开始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苦恼和他们讲 因为不太熟悉 后来也是和牧师师母接触的多了 然后他们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苦恼 他们一起为我们的事情祷告 就类似于我觉得神和我们一起一样 能够分担我们的这些苦恼 后来就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加入 我们当时觉得对于牧师师母给我们这么多帮助 我们可能能够回报的可能就是说我们加入进来 这是真实的想法 然后就这样信主了 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认为基督教对于我们的帮助 可能更多的是牧师师母对我们的帮助 当然后来我们的牧师经常和我们强调 就是说不要把他当成神 神是耶稣是耶和华 所以对于信仰的这种追求才慢慢地走上这道 后来学习祷告 我们觉得就像类似于婴儿这样学语言一样 别人怎么说我们就学着怎么说 但是后来有一次奶奶母教会做了一个行走祷告 牧师带着我们就派成一场队 然后走围着教会整个一个走一大圈 外边的离着医院很近 我们也为医院祷告 遇到什么样的人 可能有一些残疾的人我们也为他祷告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好像突然间是从内心说出来的这些话 然后好像就是说第一次用心灵这样做祷告 不是说像那种就说人家怎么说 我就学怎么说 或者是想方设法说一些漂亮话 那一次之后 我觉得好像是和神的关系突然间拿进了 王强远相信耶稣之后 带领了一班和他有相同背景的朋友 去认识基督信仰 在跨离很多中国大陆移民PMP的 好多个都是在等待 有没有批准呢 他就做了很多见证 结果他带了大概有四位地震者下来 下来几个礼拜他们说要收集 王强远他们来了以后 然后很巧合 也就是说在我说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然后有一天他家那个女儿 唱了一首那个歌是《沉住我家里》 小女儿先唱的 然后来老大老二一起在那唱 我心里头一下子触动了 我那天晚上睡不着觉 第二天我回来我就跟王强远说 我说每个星天你们上之后 我说可不可以带着我去 我去看看 他们说好啊 我去教会以后 第一眼看到蓝牧师 我马上我就哭了 哭得非常非常厉害 蓝牧师都给我弄得很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一来就哭成这样了 好像没见过 然后他说你心里有很多的委屈 说没关系没关系 因为当时一个人在那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 然后蓝牧师跟我在那讲了很多 还有师母 我那天我心里就特别的平静 我应该是去了教会两次 我就主动说 我说我要受洗 然后蓝牧师说 你这个受洗必须要上课 长林就主持我们 每个星期天都去 15年的年初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住 朋友也不多 那个苦闷 那个无奈 那到16年的时候 16年的3月份 就是长林洪雨他们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才去教会 我们去了教会就会觉得 好像就找到了家的感觉一样 很快就喜欢上哪个地方了 然后说要不要受洗啊 我说可以啊 第一天就特别感动 就是一到那 然后那天是一个男孩 在那唱一个圣高扬 那个歌呢 就是让我感觉确实是有罪 既然神是给我这样一个契机 我就先试试 然后呢我就信了 长林说 在哪年末有华人的教会 一块去看看吧 我说好啊 很希望能了解一下 去了之后呢 华人教会真的是感觉很好 所有的这个教友 确实都非常热情 让我们彼此相爱 无论你从哪里来 在住里都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 让时间看见我们 彼此切实地相爱 感觉这不一样的爱 让时间感觉我们 彼此切实地相爱 感觉这不一样的爱 虽然在教会感受到基督徒的关爱 但是以免对移民过程里面漫长的等待 对他们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困扰 对于我们来说呢 这个过程经过了漫长漫长的等待 你的前途不知道 会是怎么样 到底是行与不行 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又没有办法 所以呢 一直在等 等等等 你不知道行不行 破湖沉州到这了 然后一家子全在这 然后你是 如果你不成功的话 那你一直以赔度的身份去待在这吗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要买房子 买生意 而且光是买生意 而且是这一年多两年的 这个员工的工资 是最大的一个投入的 这些钱 如果你不通过的话 你就全都白费了 后来我等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才拿到面试的机会 当时好像我是移民公司 帮我办一个东西 中间好像跟我弄错了 然后东西全部都打回来 后来以后 你要面临着重新排队 哇 我当时就崩溃了 一个人到海边嚎啕大哭 真的崩溃了 这种等待的过程 是非常的难熬 那时候就是很焦躁 就是在无奈地等 说好的就是几个月 但是一直等到了年半 我们才面试成功 因为我们办项目的时候 当时政府传给我们的消息 是说六个月 我们就可以免试 然后就可以拿到 我们的工作签证 然后来加拿大经营这个生意 所以我买生意的时候 我就和卖方谈了一个时间 让他等我一年 我想一年应该可以了 结果到一年的时候 还依然遥遥无期 但是人家卖方已经不肯等了 没有办法之下 所以我只能把生意接过来 也很担心说实话 因为那个时候 完全不知道我们 有没有可能通过 也有可能不通过 我买了生意 依然来不了加拿大 完全没有任何一种依靠 焦虑的是 第一是他没有消息 你是行啊还是不行啊 我是辞职还是不辞职 因为我们在国内 是有工作的 我是来这儿等啊 还是在国内等啊 我们就很纠结 因为我可以在国内等着 等到他有消息 我们再辞职也可以 但是中介跟我们说的是 六个月 所以我们就想 快下来吧 两个人都辞职了在这儿 这样就两年半的时间 不断地听到是 其他人给我们的 就不好消息 因为很多人被拒绝了 被怎么样了 何者是我们觉得 他的条件比我要好很多啊 因为他买的生意 花钱特别多啊 是吧 雇员请了又多啊 而且呢 有的人是 还没等到项目批 他就已经把生意买了 就去经营了 结果就拒绝了 那你说他 他这种打击会多大 所以很多 不好的消息传过来 我们的心里就会 更感觉这种焦虑 在无聊期等待的时候 基督信仰 就成为他们坚持的力量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 那个奶奶我教会的很多兄弟姐妹 还有牧师师母 对于我们的帮助是特别大 他的英文也是不好 我太太帮他不是英文的 而且呢 他们一起为我们的事情祷告 其实来说他们经历这个过程来说 是一个无聊期的等的 没有人保证得到他 他告诉他 是等三个月 六个月或者一年 完全是 只有一个等字 你是不会有任何消息 告诉你 是OK还是不OK的 所以等待的过程之中 是会令人心中非常不安的 在这段时间 我们觉得是神一个祝福 让他们能够用这个时间来说 是有机会来说 是认识到主耶稣 等待移民的这个过程 让我们的心里的承受能力 可能也更大了 虽然就是说 听其他的不好的消息 我们就觉得 还是坚持下去 等下去 然后呢 能够有这种平常心吧 在审批的过程里面 他们也都见到神丰富的恩典 我觉得这是上帝 给我们安排 特别好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父母那段时间就过来了 来到奶奶母跟我们一起 然后呢 来到第二个月还是第三个月 说告我们要面试了 我当时我就第一感觉 幸好我爸妈在这 因为我们那个中介说 要去培训十天 要去温哥华 如果我去温哥华十天的话 这孩子谁看 就是我爸我妈在这 我觉得太好了 太感谢上帝了 其实我们中介 跟我们培训的东西不多 就是基本上那几条大条 然后过一过这个流程 然后大概一个 回答的一个技巧 要他interview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紧张 跟他二部英文 就跟他讲 你要好好读经 祷告 超圣经 然后叫他进食 他就很听话 之后心情就平静了 就那种就是焦虑 然后害怕 担心 这种心情就平静下来 但是呢 等他面试完了之后呢 我们中介给我们的反馈 就是觉得 你这个回答的不太完美 有被拒绝的这个倾向 中介跟他讲 你没有希望 他来到我们这里 给我们就帮他祷告 过了两周之后 才给我们回复 然后就说 你们面试通过了 你们确实得感谢上帝 我们那中介说 我看看以后 我也信上帝吧 我拿到工签 对别人来说 可能也是觉得是一个 像奇迹一样的东西 因为那个律师说 在冰境 拒绝力是非常高的 然后他就都给我了 写了这么长的 信拿的时候 都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拿着去了 去了之后呢 本来都是挺高兴的 然后他说 你的学历证书呢 然后我说 嗯 学历证书 我就把那律师 给我的那个信拿 我说你看他没给我写呀 他说你的LMIA的 这个信上就有 你怎么不看呢 我说我现在找一找 他说那我给你点时间 你去找吧 然后我就开始 拿着手机插email 然后突然就跳出来 生经里的一段话 你应该要一无挂虑 然后这个时候前长官叫我 然后我就坏了坏了 我就快去吧 我就过去了 去了之后就说 给你 这是你的了 就是特别快 也就一分钟 我就拿着了 回望整个移民过程 基督信仰不单只令他们 有力量面对无了期的等待 也都令他们的生命有重大改变 我的改变就是说 心里面会平安很多 我从信主一直到现在 有什么事情现在我就说 想不开的 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会自己在家里头 或者是到旁边 我就跟神在他交流 把我所要的 我就告诉他 也让他赐我力量 要不然我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之前的那个我 就是遇见事情 就很急躁 发脾气 然后说 也会叫 也会跳的那种 但是我是觉得 真正的是我们在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认识 慢慢地 觉得我的心才真正的 能够很平静 什么事情 觉得真的我真的不怕 我有信心 我有依靠 我也能够交托 我才感觉到 我真的就是那种 就像从孩子一下变成 变得强壮了 我有抵抗力的那种感觉 对大的改变是特别容易感动 一点点小事我都会想 这是上帝给的 心态变得就是更好 我每天早晨 唯一有时间是早晨起来 给孩子做饭的时候 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就我自己在厨房里面 那我就另一个那段时间 我祷告 我把我这一天 就是我前一天 我这一天的烦恼 我所想解决的事情 我想改变我自己 或者我对孩子的希望 我对家庭的希望 还有对其他兄弟姐妹 给他们带倒这些 那我都要放到早晨 这个时间段来做 那我觉得我心态也好了 然后心里也平和了 也平安了 就是不用担心了 我在天上的天赋看着我 我可能不会用太华丽的语言 去赞美他 去说特别漂亮话说 就跟我自己爸说话是一样的 我想什么就跟他说什么 牧师跟师母也跟我们说 你不会说 那你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做完这件事情 心里上就平安了 那我就可以这一天 都很顺畅地去做 不单单是可能我们 生活的改变 也许最重要 还是生命的改变 这种改变 我觉得可能就是心态 更加平稳 当然来说 我们不能够说一信了之后 一切的忧虑可以消除 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 就是说他们信了之后 他们有些东西是可以放下了一些的 他们不会不断在那个思想 那个死活桶一路来到 是去一路转 问题仍然存在 仍然是需要等 也往往是因为这样 他们学会了祈祷的功课 我们人帮不了他们多少 譬如我们不能帮他们 可以追到移民国康 是不能做的 但是无可否认一件事 是在学习等候的功课里面来说 我相信对他人生上 会有更加多的得着 有爱与我同行 直到生命栖息的尽头 有爱与我同行 有爱与我同行 我非常感恩的就是神能够一直陪伴我们 而且神指引我们的道路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最好的 只要我们依靠神 相信神 按照神的指令走就好了 让我们一起相爱 因为爱从上而来 在住里都是一家人 多谢大家收看《恩与之星》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者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